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若望福音 二十一章一至十四节 愿主的话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 又显现给门徒 他是这样显现的 当西满伯多路 号称迪迪摩的多默 加里勒亚加纳的纳塔乃尔 宰伯德的两个儿子 和其他两个门徒 在一起的时候 西满伯多路对他们说 我去打鱼 他们回答说 我们也同你一起去 他们便出去上了船 但那一夜 什么也没有补到 已经到了早晨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没有认出他 是耶稣来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孩子们 你们有些鱼吃吗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 耶稣向他们说 向船右边撒网 就会补到 他们便撒下网去 因为鱼太多 竟不能拉上网来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就对伯多路说 是主 伯多路一听说是主 他原是赤着身 就树上外衣 众生跳入海里 其他的门徒 因离岸不远 约有二百走 坐着小船 拖着一网鱼而来 当他们上了岸 看见放着一堆炭火 上面放着鱼和饼 耶稣对他们说 把你们刚才所打的鱼 拿一些来 西满国的路边上去 把网拉上岸来 网里买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虽然这么多 网却没有破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吃早饭吧 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 耶稣虽上前 拿起饼来 递给他们 也同样拿起鱼来 递给他们 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 向门徒显现 这已是第三次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本来捕鱼的最佳时机 是晚上而不是白天 但是在耶稣的指引下 他们意外捕到了很多鱼 在不可能的情况下 成为了可能 捕了很多鱼 虽然使他们整夜的疲惫 顿时精神焕发 但是这个奇妙的事 却是第二次发生 好事 耶稣有意 让他们想起 自己跟随主的初心 耶稣称他们为孩子们 也表达了对他们深情的爱 其中 蕴含着对他们的期待 和盼望 七位门徒 对复活的耶稣 并不完全明白 也不理解 福音中说 门徒中 没有一个人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他是主 如果我们也是 门徒中的一个 这样的矛盾想法 也会存在 因为不明白 耶稣怎么会复活 虽然记载了 四位应验经上的话 但是复活的奇妙 的确的确让人感到惊讶 若想完全认识 还需要慢慢的领悟 无认识 无论怎么想 耶稣复活了 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的身上 看不到 受难时的悲惨景象 更看不到死亡所带来的一丝绝望 完全是新的 完全是新的 好像只有复活了 才能更清晰的明白 耶稣为何要经历苦难 死亡 为何要默默的承受复杂的伤害呢 看到复活的主 想到了自己 每个人都会遇到 复杂的伤害和酸甜苦难的人生 无论如何经历这些 都需要守住爱 因为唯有爱可以冲破苦痛的枷锁 唯有爱能充满勇气和力量 唯有爱可以使人重获新生 耶稣这样经历了一切 可能就是要鼓励我们 苦难的结局并非死亡 而是新生 是在天赋爱内永远的生命 愿复活的耶稣 陪伴你 使你更深的明白 他付出一切的意义 主耶稣 感谢你的大爱 你经历苦难死亡 为让我看到永生的希望 谢谢你付出的一切 特别是你 寻寻散佑的教导 和温文尔雅的关系 把我的心开启 求你引导我今天的生活 使我在你复活的陪伴下 积极地活出生命的价值 主动关心他人 帮助他人 为他人的需要 贡献力量 使更多的弟兄姐妹 认识你的爱 活出你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